解释第一章 第二十节 轮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 或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如果你能够明白 神的眼中点为之化得最光光辉 是借着什么呢 是借着明白而发出最多的光辉 得到最多的祝福 教会也完成他的使命的话 你就明白为什么 教会在这里讲的是七个金灯台 但是统领 我再讲一次 统领这七间教会的牧师 这里讲的使者 是七眼神 明白吗 那你就明白 那个级数为什么有这个分别 因为很简单 因为原来呢 我想让你知道 原来我们身为领袖的话 我们能够去带领别人的时候 我们的明白就更加多 比如好像我能够带领你 我这么多年去分享讯息给你 有部分讯息 甚至你听都未必听得明白 对不对 我的明白是不是比你更加多 原来就是说 原来要明白 你够不够明 够不够光 当去认识你根本在神的眼中是星还是灯台 所以你看到这里不是我们贬低了七个金灯台 是神亲自说的 在这里说 总之七个星就是七间教会的领袖 七间教会的使者 七个金灯台就是七间教会 这个不是我这么粗放下去 这个是当你理解了星和灯台之间的关系 你就终于明白我现在所说的东西了 明白吗 所以你会看到原来真的 在人世间当中 你会看到很多人为什么做到一些 你做不到 是因为明白不同 无论那人可能对学术的明白 对音乐的明白 对科学的明白 或者甚至对运动的明白 都会使得他在那一方面 专长的技术是远远超越过你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我们回来讲关于灯台先了 原来我们个人都想做星 为什么 因为灯台就在地上照耀人 星就在天上照耀人 你看到不同级数 光度当然不同级数 但问题是身份也不同级数 现在如果你能理解我这么说 你就明白为什么 但二理书第十二章第三章 说二人一定会发光 是好像什么 是好像星一样 你就明白神的心意了 明白吗 星的光是比灯光好 在这里起码在启述第一章 第20节就告诉我们这个事实 OK 好了 但问题呢 顶梓梅 你是想发光好智慎 但你首先要做到 七个金灯台 所做到基本的东西 怎样是基本的东西 就是它的结构 我再讲一讲 就是它的结构 六十六卷圣经 是不是 再加上它们点这七盏灯 好了 这七盏灯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了七个节旗的经历 不是主耶稣基督他经历了这个如节 祂献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去成为我们的无罪羔羊 那我们不用 因为罗马书第十二章说 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是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和我生命 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 换句话说 不是他做了之后 我们不用做 是因为全部讲因典 咦 这个因典是谁创造的 是神创造的 不是我们作出来的 你会看到很多牧师说的 所谓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不是圣经来的 是作大的 是他自己凭空作出来的 圣经里面所说的因典 只不过就是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罪 去换上神的公义 我们可以将我们污尾的衣服 换上这个公义袍 这个无论是旧约新约 都不断记载的事实 当神在这个同祭坛上 去摆上祭物的时候 是已经在讲家换的律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回来了 原来我们信主 你是家会 你有没有在人生当中 经历这七个节期呢 七个节期 你有没有经历你人生的月节呢 你有没有经历你人生的初熟节呢 你见不见 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成为初熟的果子 但我们是不是初熟的果子 你看看启示录 启示录都说这些十四万四千人 他们都在神的面前 成为初熟果子 所以不是说 主耶稣基督 他成就了初熟果子 我们不是的 我们不用的了 难道你的身份比主耶稣大 你更加主耶稣 你是救主的 现在变成了 不是的 你知道主耶稣经历的所有东西 我们需要什么经历 你全部都要经历 因为这个是信仰上 神所给我们的呼召 主耶稣成为一个活祭献上 你都要成为一个活祭献上 所以七个金灯台 是代表七盏灯 在你人生当中 愿不愿意经历 你愿不愿意 一样在神所带领下 经历到 好像阿伯拉罕 约瑟 或者摩西他们自己的经历 他们的生命不要走 但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他们一样经历这个信仰的历程 但是问题是新药的教会 就更加严格 他们要经过这七个金灯台 真是点着它 为什么 你说我为什么要经历 就是为了你明白 就是为了你明白信仰的经历 你这个灯台当你点着之后 你经历到 你明白到 原来什么叫毁生 什么叫侍奉 明白怎样成为神一初熟的果子 就是填满你的墨子 现在明白吗 如果你未填满你的墨子的话 你不用资秘提的时候 有你份 你不是初熟的话 你只能够收入仓 不是收入电 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 这个初熟的果子 原来就是七个节旗当中 只是第二个经历 就是确保你能够成为初熟的果子 确保你能够成为这个童女 或者这个有礼服的宾客 但问题是 你经历了七个的话 你才不是童女 不是宾客 你才是教会 明白吗 所以原来我们 是否需要穿这个礼服呢 就是我们将身体现象 当作活祭 我们愿意脱去这个污慰衣服 穿上这个公义袍 这个就是说 关于这个如月节的经历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愿意献上 这个神就让整个利未知派 去预表这件事 这些人经历了第一个节旗的人 无论这些人用什么方式 经历这个如节 在为神牺牲 愿意跟从神 神带领他 他明了 他点着了眼灯 他能够交道人 他成为奔价 但是你需要不需要经历 跟着之后的所有节旗 全部都要经历的 就是说 你需要不需要经历无敲截 就是说你需要不需要 脱去你的罪 你需要不需要圣过罪 还是你信了主之后 继续犯罪 好像牧师所说 你继续犯奸淫 你继续同性恋 杀人放火 有次得救 永义得救 你看到这些人 根本都不知道 自己讲的什么 他一定不是教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信了主 去模仿杀人犯 难道我们信了主 去模仿同性恋者 我们信了主 去模仿主耶稣 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为什么我们突然 将榜样变了第二个 以情欲跨碎 所以你会看到 原来我们讲的七个节旗 原来是我们要点着他的 怎样点着他 就是你经历了他 明白了他 然后明白了过程 并且能够做到一件事 能够点着其他灯 有其他人他们 都可能在经历 他人生的如月节 就好像我自己 初信的时候 我曾经分享过 我真的预备了死 我才选择这个信仰 因为我从小孩 去信道教 完全不会受到悲伯 我知道 如果我信基督教 其实在我家庭当中 全家里 只有我第一个去信基督教 那个的冲击是非常之大 但我想你知道 在当年 就有些同样经历 迫伯的 在教会的顶姊妹 他们的见证 就点着了我 让我知道 我要怎样做 我可以怎样做 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要怎样持守 免得我失去了 我自己的救恩和信仰 你见到我这个灯 我自己愿意点着 但是点着的过程当中 有人帮我 因为他们明白了 他们点着了自己的经历 顶姊妹 原来我们有七个节旗 现在你就明白 为何就算新约的使徒保罗 他们都要预备煮花 因为他们需不需要点着眼灯 他们是不是金灯台 他们时刻都预备煮光临 你会看到保罗比特 是比尔加这些基要教 或者很多这些 否定圣经的基督徒 或者牧师 当他们是傻子 这些人 其实他们是点着了七眼灯 并且他们明明里面的东西 明明 而当人家愿意去做的时候 他们能够帮助这些人 你和我都是 我们都要经历这叉眼灯 我们愿意去执行 我们执行的时候 他愿意去点着了 如果你想着 为这些预备 为那些预备 都未必是的 傻的 这些人要看到 他自己脸色了自己的眼灯 而我想你知道 如果这些人还站在基督 这些脸慢的身份 他一生都不会点着你的眼灯 因为圣灵 不会提供这些油 圣灵 不会提供这些明白 和因果给他们 有生之年 能够点着这些灯 明白吗 但你记住 究竟你是奔侷 还是童女 你是童女 起码要去到最少初熟节 你是奔侷 还是童女 还是你是辛苦 如果你是辛苦 一定在圣经记载 如果你是一间教会 教会的话 你就可以点着这七眼灯的灯台 启述第一章第二十节 轮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 和七个金灯台的好备 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神话远 至于我方向 盼望我扶你随听 便想踏稳 以你话语力奉承 释放力量进入我内心 只恨我将引流灵灯 因你话语是光辉导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